欢迎收听 拍绿游乐园 你去过他那个工作室 我去过 只是我觉得 剑锡是一个非常体贴的一个制作人 他会先问歌手的习惯 那我习惯比较 那个 应该不是 我习惯了那个录音室的那种 room的感觉 对 所以他就带我去我习惯的地方唱歌 那你去他那边的时候 他有带你去镇江号四季四面吗 哪边 我只吃了摩斯汉堡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他家出来有个地方叫镇江号 就是卖那种 镇江号 吃什么 就是吃一些小汤圆的啦 鸡丝面全不辣 没有 OK 你有 我跟他吃遍所有十大夜市的火锅店跟餐厅了吧 哇塞 我们以前是那种 你中午在干嘛 没事出来吃饭 就这样子 因为很近啊 对啊 他从金山南路走过来 我从那边走过去 所以你了解陈建吉的日常 夜常也了解的 太好了 这一年反而约的比较少 因为他案子太多 对 这一年真的败的比较少 所以你看他接一整张的彭江号会压力有多大 要在如期的时间完成 他真的只有给我十个 十天的工作天录Vocal 那几乎一首歌一天 是 可是有一天啊 我还被他退货 我说回家休息 因为声音不行 我说再让我试试看 他说真的不行啊 哪一首歌 我在录 如果你懂我 你就是玩世界 OK 对 OK 了解 那一首歌的时候 所以我等于九天录完十首歌 就是回到节目的现场 教育广播电台拍绿游乐园节目 我是游泳 今天行动会客室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彭家惠彭大哥 哈哈 哈哈哈哈 没当机吧现在 现在应该 还好 还好 OK 我们如果再聊一些 蟲洞啊 黑洞啊 我就真的很怕 我们刚刚讲的东西是不是又 跑到哪一个时空去了 还是苹果 他有一些禁忌 你帮我拿一下 哈哈哈 不是不是 就是 就是像那个 你们演唱会是不是乖乖要压在那个 控制台 不是是有些录音室 他会放一些 乖乖放在那些控制台上 哦对对对 在 在干嘛 对对对对对对 对要机器乖一点 对对对对 所以 就这么科技 用这么科技的人 然后去弄那么 传统的一些思想去 把他压在上面 就是我们什么都要信啊 斜跟不斜 我们都要信一下 这蛮有趣的 我只能求他待会不要出状况 真的 对啊 因为他不走了 哦他走了他走了 他回笑了 好好好 就是展广记忆的那个大脑那一区 哇哦 对对对对 不知道 我就觉得有些事情 真的连告诉我了以后 有啊怎么样怎么样 我都没有记忆 对对对 不知道为什么 对 反正不是海马蹄 就是海绵蹄 就是终于一个体坏掉了 男生啊 你们才有 这时候我是女的 我就说我们真的要约一次喝酒 这真的是教育电台的节目吗 对对对对 问一个跟专辑比较没有关系的事情 其实在不工作的你的状态里头 就是那个半夜会上脸书 或者是陪小孩玩的那个你啊 跟歌手的角色会差很大吗 那个性格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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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不会落差很大 我其实是一个很 我是一个很有原则的妈妈 在当妈的时候 OK 但我那个原则只要照着规则走 其他的我都跟孩子 我自己也会变小孩 可是真的耶 星座之首白羊座 我就是一直觉得我是个小孩 但是你会罚战他们啊 会啊 他们一站在那边我就在后面偷笑 而且你还拍背影传脸书 这也太妙了吧 对啊 对啊 可是你当歌手不会这样严格啊 还是会我不知道 我很严格 我对自己非常严格 就爱教育电台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The World 中文字幕 李宗盛